我把你有錯誤的地方 我主題大概跟你講一下你的狀況點在哪裡 第一個 妹妹吃的八分之九 但妹妹比哥哥少吃 妹妹吃的比較少 哥哥吃的就是比較多 哥哥吃的就是比較多 那所以哥哥吃的幾代 應該是妹妹吃的八分之九 再去加上四分之一 你已經編證完了 你一定要把 因為我們那一天才把這些東西好好的講一遍 只要你靜下心來去思考這些東西 誰比誰多誰比誰少 你一定要去轉 再來下一個 第四題 兩個人比賽跑步 一個人一小時是跑六又四分之三 另外一個人是跑這樣子 那他每小時比他多跑多少 好 這個我剛剛看了一下應該是沒有約分 你記得如果都是二的倍數 那他可以再除以二 叫做六又二十分之十九 Km 你要去約分 這個你一定要去約分 再來 第六題 他說紅色比黃色多少 你看你這一題初心到那麼誇張 一個叫十六分之五 一個叫十六分之二十五 這差那麼多的東西 你還在還在這種錯誤 好 再來這一分都對 再來十三題 這個就一直除下去 結果 好 一二零除以十二你在這裡搞錯 你這些都是很不應該的錯誤 再來十四題 什麼叫做平均呢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他有三十元 我們講過平均的概念 我說你有三十塊錢 我有十塊錢 那我們兩個的和 我們兩個總和是多少 總和叫做三十加十 叫做四十 這個就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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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問說 我們兩個人的平均多少錢 那就要把四十去除以幾個人 我們兩個人嘛 所以這個叫做二十元 所以你的平均算出來之後 你的一四八 應該還要再去除以四 才叫做平均 所以這一題你還要再去除以四 好再來 十 十九題 再來十九題 十九題 你看你你又是初心這種東西 我真的覺得你應該打 一五零乘上一百零一 算出來會怎麼會是一零六零五 你的指示在哪裡我沒看到 不然一百五十乘以一百零一 這裡寫起來是一五零 零沒有乘到那一乘一五零也是一五零 所以你只是你只是寫出來就知道你在想哪邊出錯 零五一五 所以這是一五一五零 差這麼多 再來 第二十一題 二十一題我記得我們講過 它是比較難的題目沒錯 四乘三五一一叫一四零四四 所以我的重點在這個十六 我把十六分成了四乘四乘三五一一 OK 而這個四乘三五一一呢 它可以換成一四零四四 所以題目就會叫做一四零四四 乘以十四 扣掉後面的這兩個 四乘三五一一已經叫做一四零四四了 所以它叫做四乘以一四零四四 再來 前面跟後面呢 前面跟後面都有一四零四四 所以我把一四零四四提出來 那這個叫做十四 減掉四 所以答案叫做一四零四四 然後再乘上那個十倍 答案是這樣來的 二十一題是這樣算的 再來二十三題 我們那一天禮拜日也有講到 我說八八八乘九十九九九 那再加上八八八 我請你在這裡寫一個乘以一 因為八八八代表八八八乘一 再來這兩組裡面都有八百八十八 所以八百八八提出來乘上 這裡叫九百九十九個加 後面叫做一個 所以會叫做八八八乘上一千個 所以答案叫做八八八零零零 OK再來 好二十四題這個題型 一袋番茄九九 一袋葡萄一三九 我總共進貨了二十九代 每一袋呢都賣一百五十九元 好 所以我問的叫做賺多少錢 你今天賣九九 你今天賣出去九十九塊 更正 你今天的成本是九十九塊 你的成本 好 你的成本是九十九塊 但你要賣一百五十九塊 所以對我來說 你一個東西就賺了多少錢 六十塊嘛 對不對 你的番茄每賣一袋就六十塊 所以這裡我會建立你的寫法 你可以這樣子 抱歉齁 你的寫法可以變成 一五九減九十九 OK 然後這個是乘上二十九 再加上呢 葡萄一袋是一三九的成本 我今天要賣你一五九 所以我一袋可以賺一五九減一三九 一袋賺這麼多錢 但是我一樣有賣出二十九袋 那全部這裡撿起來叫六十乘二十九 再加這個叫做二十乘二十九 OK 所以我再把它變成 變成這個叫做都有二十九 所以就是二十九乘以六十加二十 總共乘以八十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 第二十四題的答案 也就是你先算出 每賣一袋可以賺多少錢